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快樂回憶 設計出了BubbleBubble 遠端親子互動泡泡機 希望可以藉此解決 假性單親家庭互動性不足的問題 也在2017年起想設計大賽中 報得音傷獎 會不會是因為現在是家長 工作室 沒有配合拍公圈 而當下看到的畫面也是 一個媽媽帶著兩個小孩 可是沒有通過爸爸 因為剛剛是六個 他覺得說以前 好像這個畫面 好像超少的 因為以前媽媽 我小時候是很痛快出去 然後我爸爸帶我去玩 父母除了可以透過BubbleBubble 手機APP與小孩通話視訊 還可以對著手機麥克風吹氣 放置在家中的BubbleBubble泡泡機 便會吹出泡泡 並在小朋友戳破泡泡的過程中 給予聲音回饋 增加親子互動時的樂趣 為了設計出能吸引小朋友的活潑造型 不管是外觀的比例或配色 都是設計時的一大考驗 一開始看到它的時候就覺得很Q 就是覺得小朋友一定很喜歡 然後又是一個很活潑的色彩這樣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應該就是互動吧 所有科技的進步 然後要結合就是應該就是愛吧 科技是無法直接取代親子互動的 父母忙碌之餘也應多陪伴小孩 給予孩子一個充滿愛的成長環境